他到至今他都沒有出來 所以他22號會跟我們全國國人 我想他應該要盡快來道歉 立委逼問下 勞動部長何沛山連連搭允 謝怡榮應該盡快出面 為霸凌案道歉 原先允諾22號會帶謝怡榮出面道歉 但從20號下午的考機會 勞動部就聯繫不上謝怡榮 說好的週五出面致歉也形同跳票 霸凌事件持續延燒 謝怡榮罰出聲明後持續神隱 更缺席考機會 法界人士指出謝怡榮未到場 也沒以贖面通知 恐怕會導致免職結果翻盤 因為考機會在當事人缺席下 一次計兩大過的程序有瑕疵 謝怡榮如果提出行政訴訟救濟 可能被法院認為兩大過的處分違法 而予以撤銷